Hello,大家好,我是詠彤 我是高千 我們是澳門大學大四學前教育的學生 我們兩個今年都是在培政中學的幼稚園實習 我是教K2,我教K3 開始你會感到有超級大的挫敗感 因為你完全控制不到小朋友 之後你會發現原來那種挫敗感 是會變成成功感 有時小朋友可能 我那一刻看到他的反應 他好像不太明白我說什麼 那個時候都要自己轉得比較快 想一下到底我這一句說話 或者這個難的點 我應該怎樣去講明他們 我們現在跟其他同學就是一樣 一個星期都可能有兩至三晚 是放了工之後 就回來上夜晚的課 大家都會說回那一天見到的趣事 或者不懂得教 不知道怎樣教 我們都會問大家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方法 怎樣教會更好 有時候老師在身邊 我們都會問他們 雖然是很累 但是都會有得著 高三畢業的時候 都是打算留在澳門繼續讀書 所以就選了澳門大學 我們作為在澳門讀幼師課程的學生 大二甚至是大三 都可以提早搭入這個幼稚園 幫小朋友做一些測試 這樣跟他們有些互動 澳大幼教的老師 他們很多都是幼稚園老師出身 在他們分享的經驗 或者教小朋友的方法 是會最貼切 對於我們來說 他們都會跟幼稚園有聯絡 他們知道的資訊 現在小朋友最需要些什麼 澳大那些老師都可以教得最多給我們 有很多想不到的東西 你要實習了才知道 放心去教 你會教得比自己上院中更好